這個我今天早上其實有回應過 包含是說其實他 當然柯主席有他自己個人的情緒 但是在整個在野整合上 應該要在更上位的方式去思考說 整個政黨之間的合作 不需要去針對這些細節 然後這個言語之間來去做放大跟詮釋 那所以我們還是回到剛剛 我想我想講就是說 柯媽媽不然是柯媽媽或是柯美蘭 他們當然都是柯文哲的家人 這是他們會有情緒 當然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用也去好像說他們的角色 要去凸顯或者說柯媽媽才是 影響柯文哲決定的人 其實並沒有這樣子 就是說對於我們來說 他們就是家人 然後他們也有他們的情緒 以及他們就是代表一個市民 一個選民的聲音 所以不用擴大的去解讀說 柯媽媽到底對柯文哲的影響 他也沒有來參加我們核心會議 所以這個根本不需要去多做詮釋 然後再來回到那個所謂的太陽花 我覺得剛剛非凡講說太陽花科 主席的參與不多 的確我覺得對於社會運動來說 學生運動來說 他們才是主角 所有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這個社會運動 不代表任何一個政黨 也不代表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應該要享有的光環 所以他當時是一個社會 歷史的一個過程 那我們也都很尊重這樣子的過程 那你至於說你要去把它印扣在說 誰在因為這個社會運動 而得到什麼樣的政治紅利 我覺得這都是外界賦予他多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回歸社會運動本質 社會運動本來就是在當時 我們要聽他們的訴求 以及他們要提出來的主張 那當時我記得那個時候 非凡講得很大聲 先立法再審查 這個是當時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先立法再審查 那所以我們剛剛也要去質問 所謂的太陽花的價值是什麼 當初非凡說的先立法再審查 立的到底是什麼法 太陽花的價值在於要守住台灣 最關鍵的事情就是在中國 要逼台灣簽署協議的時候 要守住台灣 所以你回頭過來看這八年下來 這八年下來 民進黨跟中國簽了什麼樣的協議沒有 沒有那實質的是什麼呢 民進黨跟中國簽了什麼樣的協議沒有 實質的就是要進到福茂 到底有沒有要簽兩岸協議 當年從太陽花到現在一系列 所有的力量在阻止的一件事情 就是接受中國的條件 去簽署任何一個 Favor中國的協議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參與者 我其實在我贊同宜萱 剛剛所講的那句話 就沒有人可以代表太陽花了 我們都必須要從太陽花的光環 跟神壇上走下來 我認為這比較現實 也比較實際 那也不用去想嘗試 在自己身上貼上一個 我代表太陽花我自己 就不會這麼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必須要很清楚意識到 群眾給我們掌聲的原因 跟群眾支持我們的原因 其實很簡單 是因為守住台灣 這是在當時候2014年 大家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不是任何所有技術性的訴求 跟其他技術性的細節 關鍵的一點 之所以有50萬人帳上接頭 其實就是他不希望看到台灣 去平白無故接受在中國 設定的條件底下簽署協議 不希望看到台灣對中國讓太多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群眾 參與在這樣運動裡面 所以我們不用去講說 誰一定代表太陽花 但是必須要很清楚 當初群眾在支持的這股力量 加上後來給柯文哲主席 一起從2014年勝選 能夠進到台北市政府裡面 那股力量期待的其實就是 相信他能夠成為那個所謂守護台灣的角色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如果說宜軒剛剛要問的是說 那這幾年下來 你說民進黨執政有沒有讓青年世代有所不滿 或者說如果有更多事情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青年世代是不是有所期待 我也順便回應林陶 其實是 青年世代有很多對民進黨的期待 這過程當中我們做了很多的事情 這八年下來蔡英文總統做了很多的事情 有的佔符合年輕人的期待 有的也符合這個民眾對他當初的訴求 但當然有些東西可能做的不夠多不夠完美 這些我們都承認 但是你如果今天要回過頭來去問說 這幾年下來大家核心最關鍵的訴求 為什麼支持當初支持柯文哲在2014年 為什麼2016年支持民進黨上台 其實最關鍵的就是希望守住台灣 不要再走回過去馬英九那個老路 但是你現在看到的是柯主席加入了 所謂的國民黨的陣營 所以積極守住台灣 是不是要用更實質的立法院裡面 所做的這些條例來做進行 那我就問未來在總統大選的舞台上面 你們要如何去訴求你們的兩岸主張 你們要如何去訴求你們要跟國民黨 繼續合作 我覺得這是最直接的事情 就是你要如何去訴求 你接下來跟國民黨 站在同一個總統副總統的舞台上面 不管誰政誰負 你要如何去訴求 你們接下來兩岸主張 國家主張 你們要如何訴求你們未來兩岸政策 這真是關鍵的事情 所以之所以大家為什麼會提出這麼多的質疑 我相信我今天站在這裡角度的立場 我不想說是完全代表民進黨的立場 我純粹就為我這個世代的其中一個 當初運動的參與者的角度來講 其實這是大家會疑惑的地方 這確實是大家會質疑的地方 那柯主席必須講清楚 我們當然要去講說包含太陽花學運運動裡面 當然當時非凡是主要的領袖 所以他必須他講出來我們會尊重 他當時會覺得說是要對於對岸 有一個比較強硬的制衡 但對於整個運動來說 我相信當時也有很多很細項的訴求 不能在現階段來說去說我們那些細項都不要再做討論 不會不會完全可以討論 那所以在進行討論過程 我現在這邊還是要特別講 我認為完全可以討論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是規範這個服貿的相關的一些制度 但你不能去跟我們講說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就已經進行了一個相關的 這個已經做了這個政治動作了 但我一直要講 包含你們陳明通前這個陸委會主委都已經說過 ECFA服貿不能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作為界定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還是要具體的主張 就是說民進黨在這一陣子以來 一直說這個過去這個2014年的太陽花 成就了柯文哲 2016年的這個整個社會的民情 成就了蔡英文 但是問題是我們一直拿過去來看待現在 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民進黨就是對不起年輕人 就是說你當初的訴求 你有一一的在做實現嗎 剛剛非凡也自己講說 有做不好的地方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不要去忽略它 那另外來說一直要扣馬英九說 它是一個我們在這一次藍白河裡面 最重要的什麼 好像要去爭取它的支持 對於我們民眾黨來說 它就是一個牽起我們跟朱立倫裡面討論的橋樑 我覺得大家不用過度的放大 馬英九總統前總統的一個角色 甚至現在開始在對於說馬前總統對於我們有沒有什麼帶來什麼對岸的旨意等等 我覺得這些都是現階段我們看到從今天此刻開始 民進黨會開始作為一個政治性的抹紅 去污名化 去抹紅 去貼紅標籤 整個在野整合 宇軒其實因為大家會對於這件事情提出質疑是說 因為以前柯文哲對馬英九是非常的不滿 他曾經說他比阿米巴原蟲都不如等等 為什麼你們最後會選擇讓一個你們當初這麼批評的一個前總統來當那個keyman 在討論在野整合嗎對不對 所以藍白河最關鍵的問題我坦白講 因為討論太多的包括權位的分配 包括說誰當政誰當副 過去一段時間這兩個月下來都討論這些事情 包括內閣接下來要怎麼分配 不管是誰主責發展誰主責監督 甚至誰要當法務部長誰要當什麼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我們看到太多這些事情 但關鍵的問題是 關鍵的問題是藍白河之後他的國家主張是什麼 這件事情是一個關鍵 為什麼大家之所以質疑柯文哲是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回過頭來要質疑民進黨在這幾年下來 你說我們有哪些事情上沒有還沒有做到 我就回應剛剛的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問題 有太多人一直在說你們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沒過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不要讓台灣在跟中國簽署協議的時候 在未經過人民的審查 未經過人民的同意情況底下 我們去簽署這樣的協議 所以我們後來把這樣的精神放在哪裡 放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 那一次的修理政治性的協議 未來政治性的協議必須經過交付共同 那未來在這樣的談判 相信同樣的精神嘛 未來在兩岸的談判上面 你過去看這一段時間 你如果真的質疑的話 過去八年民進黨跟中國簽了任何一項協議沒有 舉出來 任何一項協議沒有 這八年下來我們守住一個底線是 不去跟中國簽署這樣的協議 那我們也守住一個底線是 當初太陽化訴求當中 我覺得當然很關鍵的其中一點是我們希望很多的這些協議 兩岸之間的協議應該要交付人民的審查 所以在兩岸協議經過條例的修法當中 我們把政治性的協議 特別是人民最關切政治性的協議 我們也納到這個修法的精神裡面來 所以其實這非常清楚的 我們在兩岸關係上面的立場跟原則 跟柯主席在二零一四年的兩岸的立場 跟他現在跟國民黨走在一起的兩岸立場 這無法不讓人遲疑